你们只要真的执行 今天这些所谓媒体上所说的这些话 中国是一个早就应该破产的经济 美国历史上想要下决心 一定拿回货币权的总统 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死了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肯尼迪遇此案 这张图给出的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看全球的GDP增长 随着人口的增加 把那个虚拟的那部分把它刨掉的话 我们只看真实GDP 每一个十年人口增长一个台阶 人均的真实GDP是下降的 这是世界银行给出的图 那我们看什么在上升呢 就虚拟部分 这金融资产的这个增长速度 是几百倍的快于以往 这个可以理解是因为 做金融资本交易产生增值太容易了 也太便宜了 做这种事情不必考虑别的 你只要能够让别的国家接受你的货币 你就赚了吗 因此今天 金融资本全球化阶段 最大的制度要求 或者叫最根本性的制度要求 就是金融自由开放 我们把它叫做金融无边疆 以使得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 是一个完全不受限制的 只有你接受它的货币 允许它的金融资本在你的国家经济流动中 自由流动 才能使它的利益最大化 因为它是一个几乎零成本的 就出现大量的信用的这么一种状况 所以我们说这个道理呢 其实已经讲过了 也因此导致它必须有吸纳金融资本的领域 这个领域就是今天的speculation 投机产品 那投机产品的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 美国的这个所谓衍生品交易 在80年代金自由主义政策以来 20年期间翻了2000多种 就是不断翻新衍生品交易 债务可以衍生 期货可以衍生 股票可以衍生 它都可以衍生出大量的 这些高风险的投机资本 让这些高风险的投机资本领域 大量吸纳它增发的流动性 用这些高风险产生的风险 最后把这个流动性消灭掉 它就把这个金融游戏玩成一个圈了 这样呢它就继续下去 所以我们看今天的这个 美国的经济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它是一个不断的创造流动性 同时也不断消灭流动性的这么一种状况 但对于发展中国来说 就造成了严重的调控困难 所以这张图呢 我们可以看 对于北方国家来说 就是所谓金融资本主导国家 它可以不断的增加流动性 而对于南方国家来说 你在实体经济阶段 你就要接受它所造成的这些 量化宽松派生出的这些流动性 那这些呢通过机构投资人 投资到什么呢 投资到资本市场 形成资本市场的衍生品交易 那在资本市场获利 同时又投资到所谓的原材料期货呀 或者是能源期货呀 粮食期货 投资到期货市场上 在期货市场现在不交割的投资人 已经占了绝对比重 超过一半以上是来投机的 真正想在期货市场上完成 能源购买或粮食购买的不到一半了 那兴风作浪的就是那些投机的 所以期货市场的变化价格大起大落 往往是它价格一起 进口国就是通货膨胀 我们叫做输入型通货膨胀 就是进口通胀 它价格一落 你叫做进口通缩 进口通货紧缩 叫import inflation or import deflation 这都是在期货市场上 新风作浪造成的 根本不是石油短缺了 或者粮食短缺了 不是 它跟实体之间关系越来越小 跟投机关系越来越大 就我刚才讲到 80年代的90年代 这两个短短的十年期间 美国人造成了2000多种衍生品交易 这些东西是导致贫者一贫 负者一负 导致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困难 发达的金融资本国家越来越强大 不瞄准金融资本 我们是搞不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 好了 当原材料期货价格上涨的时候 就导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受到严重的损失 所以首先是发达国家自己也受不了原材料价格石油价格上涨 那他们就会放弃实体经济 但同时他的消费需求也会下降 那就会导致对于像中国这种实体经济呢 它的这个出口下降 那中国就得靠国债来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替代外部需求 因为他要搞基本建设 他就得从国际市场购买原材料 购买原材料呢就等于输入通胀 输入通胀就导致基础商品价格上升 这样呢又导致实体经济受到负面的影响 国家的宏观调控 如果大量投资基本建设又导致要素价格的上升 那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呢 它就会出现收益下降 同样会严重打击实体经济 打击实体经济资金就吸出 进入投机品市场 甚至进一步造成高利贷 反过来再会影响基础实施建设 那对于地方政府配合基本建设来说呢 它就会导致地方的高负债 所以这样呢就会出现什么呢 就会出现发展中国家 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庞大的实体经济国家 宏观调控两难 那再来看呢 海外的这个资本市场上 所形成的低价格的资金 大量进入已经高负债 甚至被高利贷缠身的 发展中国家的实体经济 就导致它可以做战略收购 那它就两两头都赚钱了 一头呢通过期货市场赚钱 一头呢通过资金市场赚钱 这样呢就使得发展中国家 向发达国家做了更多的利益输送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实际情况 我们再说一下 中国和美国之间 战略对创 根本原因 我们知道这些年 中国大量性美国出口 最多的年份 一年5000多亿美元的贸易盈余 这些贸易盈余流进中国 都会导致货币增发 因为中国是严格管控外汇的 有一块钱美元进来 立刻转化成增发6块到7块人民币 因此大家可以从这张图上看到 人民币的增发速度 就这个红线是最快的 而主要的时间段 恰恰就是中国对美国大量出口的 这个阶段 人民币大量增发 上面那张图 给出的是人民币 美元 日元的总量 用M2来计算的总量 客观结果就看到 这些年从2010年以后 人民币的总量 成倍的超过了日元的总量 至少大概比美元 这个M2的总量多了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就说 人民币已经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金融资本 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体制上的 这个差别了 人民币是中国政府 通过中国人民银行 发行出来的 人民币的发行依据 是什么 肯定不是黄金 人民币的发行依据是什么 凭什么这个钱值钱 因为它是国家发行的主权货币 因此人民币 是由国家政治强权 向主权货币付权 形成信用 美元的信用来源是什么 美元不是国家发行 注意哈这个差别很大 美元是私人银行家 形成的机构 叫Feeder Reserve Feeder Reserve Not Official Not Government 既不是官方也不是政府 它是Private Banker Organized Institute 是一个私人银行家们组成的机构 这个机构拥有国家货币发行权 它来决定美国的金融政策 由政府执行 这在世界上很少有这种国家 也很少有这种制度 大多数国家 都是国家政治强权 向本国货币付权 形成主权货币 极少数国家 美国是私人银行家 形成机构 然后由政府来执行 私人银行家集团的政策 也因此美国历史上有过多次 比较强势的总统 要收回货币权 全部都失败了 想要下决心 一定拿回货币权的总统 几乎有一个算一个都死了 你们可以去查 这个有很多这种故事 但是你没法证明它是死于什么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肯尼迪遇此案 类似像这样的 都有要求把货币权力收归政府 这样的要求 都没有实现 也因此呢 就是大家看 到现在为止 中国仍然能够使用 国家对于金融资本的控制权 干什么呢 左边那张图 左边那张图也很有意思 私人资本投资是下降的 这叫顺周期 我刚才一开始给你们讲了顺周期的道理 私人资本投资是下降的 那谁投资上升的 政府投资上升的 这叫逆周期 逆周期的作用是什么 就是当经济下滑的时候 还有一个看得见的手 可以强行把这个经济推上去 所以中国这些年 当遭遇到全球危机 出口下降 经济增长困难的时候 中国政府主要靠国家金融 向不挣钱的基本建设投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往农村山区 甚至沙漠地带 投资修公路 修铁路 修机场 所有这些投资 都短期内不能回收 长期回收也困难 要不要投呢 要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投 企业就没有 没有市场 工人就得失业 你反过来还得去拿 政府财政 去支付 失业工人的保障 与其那样做 还不如投资 所以现在中国政府 干出来了大量的投资 投到山区 所以你们看世界上 最大的桥 在中国 最长的隧道 在中国 大量的这些基本建设 都在中国 这条我看是 川普最积极的政策 就是想干基本建设 但他最大的困难是 他没有像中国这样的 所谓SOE State Owned Enterprises State Owned Bank 所以中国的体制是 用国家的银行 得到政府给他的货币 直接支付给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直接去干基本建设 维持中国经济增长 维持劳动力就业 美国是私营银行家增发货币 去买政府增发的债券 然后形成两个手的 虚拟资本扩张 向全世界转嫁危机 这两个制度 我仍然不是说好和坏 我只是说 它差别太大了 没有对错好坏 只是两种不同的制度 你们可以去看 你们自己去分析 这两种制度 作用各自是怎么表达的 那当然你用美国的理论来分析 就是中国现在 国有银行没有效率 国有企业没有效率 你们也不提供税收 你们还大量占用资金 是 确实如此 它干嘛了 难道就占用了资金 就什么也没创造 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只不过这些财富 无论是机场 码头 车站 高速公路 高速铁路 还是什么 它都短期内是不可能回报的 因此在中国的国有银行 有大量的资金是占押的 短期内拿不回来的 怎么着呢 让它破产 按照一般的自由经济理论 都应该破产 好了 你们只要真的执行 今天这些所谓 媒体上所说的这些话 中国是一个早就应该破产的经济 因为大量头子都是短期收不回来的 好了 我们拿这条来对比Trump 他要这么干 但他没有中国这个手段 他怎么干 靠私人银行家去改造美国的铁路 多长时间收回投资 去改造美国的公路 去改造美国的机场 多长时间收回投资 私人干嘛 私人投资是下降的 在中国是一样的 你们看只要遭遇到经济危机以后 浅蓝色那个曲线 就是中国的私人投资 它下降是必然的 那你怎么顶呢 就得靠国家投资往上顶啊 一个下降一个上升啊 就是这样啊 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体制 是直批评态度的 我倒没有别的意思 我只是说你们看看实际作用 我也不想替中国的 所谓官门为体制做任何辩护 因为我也同样讨厌这套官僚 但是它实际上维持了这个国家 基本的就业 基本的经济增长 没出现其他国家出现的那些问题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们恐怕需要多角度来看 多角度来评价 即使是中国启动政府的国债投资 这个两方面差别很大 我们说美国是用国债 来维持开支 维持军队 形成它的霸权 下边一张图 可能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点 就是这个 这张图 右下角这张图 右下角这张图呢 指的是中东地区 阿拉伯海 阿拉伯湾红海这一带 美国的军事基地的分布 美国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军事开支 因为它在世界上主要的 能源原材料的产地 和主要的运输通道 全部都有军事基地 这是它维持庞大军费开支的 一个重要的内容 它得维持着对这些地方的控制 只有用军事霸权维持控制 才能要求这些国家用美元来结算 这就是金融资本阶段 军事霸权跟金融霸权之间 有一种法西斯化的紧密结合 什么叫做新法西斯主义 新法西斯主义就是 金融资本霸权 只能用军事霸权来配合 它有极强的排斥性 这个道理 很少有人能够想得明白 金融资本怎么会是法西斯主义 看着很西装革履 你到所有的这些机构投资人那儿 都是非常formal的 dressing up都是这样的 它怎么会是法西斯主义呢 对不起 你想想原来的德国日本的法西斯主义 不也是dress up吗 也是穿得非常formal 所以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左下角那个图有意思啊 那个是个世界债务地图 你会看到主要的是发达国家负债 右边这个是人口地图 世界70亿人口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 但世界主要债务集中在发达国家 当我们说欠债可以不还的时候 就是发达国家负债它就不还了 如果是发展中国家负债必须还 因为你的货币是软货币 发达国家负债可以不还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货币是硬通货 硬通货的背后是它结算货币储备货币 维持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靠的是军事霸权 这个逻辑就讲通了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要内容 讲金融资本全球化 它背后的课文规律到底是什么 好了我就讲完了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